你能喝出来茅台和赖茅的区别吗 我告诉你 茅台这有华茅 王茅 赖茅 张茅 一百多个茅 国台 钓鱼台 金沙台 山羊台 一百多个台 要把这些台 这些茅和茅台放在一块 你能喝出来哪瓶是茅台吗 别说你 就是最牛的瓶酒师 他也喝不出来 所以说咱们作为普通的酒油玩 唯一能喝出来的是什么 钱 这瓶酒三千块 那他就酒下浓郁 这瓶酒两万块 那他就醇厚醉冷 回味又长 所以说茅台五十年八十年 你都不用喝 光看瓶子你就醉了 几万块一瓶啊 他能不好喝吗 肯定好喝 我之前在一家公司上班的时候 曾经跟老板去一个客户家里 人家给我们喝什么 麦卡仑二十五年 我一尝 这没什么特别的呀 然后人家告诉我 这酒三万块一瓶 我已经惊呆了 我说我再尝尝 果然不一样 这香气 这回味 这感觉荡漾了呀 其实荡漾个啥 喝的是什么 是钱啊 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价格在那摆着呢 好酒来酒 我还能不知道 你还别说 还真不一定 我告诉你 茅台镇除了茅台 还有一个买上酒 人家是原茅台酿酒总厂 七十年老国营酒厂出品 九十年代各种大家拿到手软 和茅台同样的原料 工艺和积酒 茅香浓郁 纯甜味肠 就连很多品酒师都说 买上酒 复刻了茅台 百分之九十五的口感 那他为啥卖这么便宜 是质量不行吗 不是 人家酒制 相当能打 就连昌和茅台的酒有 盲品还都以为是 茅子呢 不信 你可以去试试 把茅台和满上放到一起喝 你能分得清吗 相信我 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分不清谁是谁 所以说各位 价格才是决定一个商品 是否高单的关键呢 你们 好